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高压就准备来牺牲影响台湾了 所以未来在周一周二天气都是比较闷比较热 虽然受到西南风影响在迎风面仍然是会有一些降雨的 但是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是会越来越热的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户外的温度 像是在北台湾都已经来到24度25度 甚至在南部地区都已经来到2627 其实今天高温都有可能来到32度左右 尤其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在被封测 尤其在花东纵谷这一带就可能会有一些焚风的影响 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出门没有下雨的时候 依旧是满闷满热的 如果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 还是要提醒您补充水分了 而未来几天其实这个封面已经逐渐来远离台湾了 所以可以看到在周一的时候它已经往北移动了 但是受到吹西南风的影响 迎风面就像刚刚提到的西半部 仍然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但是在东部就是会有焚风了 只是看到周三的时候又有另外一道封面 可能会来影响台湾 但是它就顶多在北方 也就是在台湾前沿而已 所以在周三的天气 就是时期会增加 天气形态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不过我们还是会来持续看一下 它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 不过可以看到未来一周的天气 温度可以说是越来越热 从周日也就是北台湾 今天30度来到35度 东半部也一样越来越热 顶多到周三的时候 封面影响可能会温度降低一些 但是在周南部也都是 已经来到了夏天的天气了 夏天脚步近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话 紫外线会越来越高 而且也会越来越热 都要提醒大家 西半部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但是都要留意中暑 以上是这一节枪资讯 现在是镜头交换给冠英